有一隻大約十四公尺長的宮虎鯨 在日前迷航游入了法國的塞納河受困 專家就試圖要引導他返回大海 只可惜這個做法失敗 原本是打算要把他安樂死的 結果三十號發現 這隻宮虎鯨已經死局自然因素 迷途的虎鯨從英吉利海峽的港市勒阿佛 游進塞納河 十六號第一次被人發現 之後又一路游到巴黎西北部城市盧恩 成為當地人圍觀的奇景 不過灣區的背棋顯示健康不佳 動保人士三十號發現他的遺體 認為是自然原因死亡 這隻虎鯨體型約有四公尺長 還相當的年輕 救援團體海洋守護者 上個週末播放虎鯨的叫聲 試圖將他引導回大海 不過失敗 專家認為他可能受到一種 在海洋哺乳動物當中 越來越常見的真菌感染 他會從皮膚擴散到心臟 肺臟和大腦 導致失去方向感與警覺性 研判已經無法醫治 且處於極端痛苦 原本已經著手準備將他安樂死 這隻虎鯨的狀況 似乎是很難受傷的 這隻虎鯨的狀況 它們是読言可以感受到 診療的狀況 而且它們有達到的胸部 所以這隻虎鯨沒有回應 這些救援的狀況 而通常這些狀況 他們有很大型的 GPS 法国当局将虎金的遗体打捞上岸 准备进行解剖 进一步厘清它的感染与病况 以及最初与虎金群体失散 罕见迷途到塞纳河的原因 公事新闻是会中编译